割小草做大事 今天的CEO是来自屏东南河村的排湾族女性 她和父亲联手 一同将园艺产业最尾端的割草公式 转型成为割草专职技术 成功创立领导品牌 我们不是做令人尊敬的工作 但是我们是把工作要做到令人尊敬 我觉得别人能做的 我也能做 感谢观看